讲话 我们现在要来到 这个什么石锅饭饭 什么东西 好漂亮 所以你很漂亮 传统石锅饭饭文化体验馆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这里的中文解说员 接下来呢 由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待会我们上去吃到的石锅饭饭里面的一些原材料原产地 以及它的制作过程 还有的石锅饭饭的一些饮食文化 大家呢跟着我走就可以了 我带领大家上去吃饭 希望呢大家今天在我们这里可以用餐愉快 做一个美好的晚餐 首先呢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个呢是一个韩半岛的地图 从红线以上是北韩 红线以下呢是南韩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在韩国的首尔 首先呢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石锅饭饭里面的原材料 第一个呢是辣椒酱 辣椒酱的产地是首尔 为什么说是首尔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腌制的 大家在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外面有很多的大酱缸 可能有的看见有的没有看见 除了这个辣椒酱呢 豆瓣酱酱油啊 泡菜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制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色素香精 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好接下来呢是主食大米 大米呢是来自韩国的京济岛立川 立川的大米呢在韩国是最好的大米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 好接下来呢是蔬菜 蔬菜呢是来自韩国的江源道 呃江源道呢这里是山区海马高天机了 所以呢这边出产的蔬菜呢 吃起来也是很爽口的 好接下来是芝麻油 芝麻油呢拌在拌饭里是非常的香 它的原产地呢是釜山 釜山大家都听过是吧 釜山出帅哥的这边 真的真的是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提供的一份茶 呃它呢叫纸菊子茶 又名的叫贺给树茶 来自于韩国的全罗南道常兴居 这边的纸菊子茶呢在韩国是最有名的 好最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个饭后的小甜点 饭后的小甜点呢 就是用激州岛的蜂蜜和韩国特产人参 他们俩一起腌制的人参正果 呃待会呢在后面我再重新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讲解 好这边今天呢我们一共就吃到这些东西 呃接下来呢呃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十锅拌饭长什么样子 呃大家先看一下厨房 厨房呢是一个是一个开放式的 只要感开放的厨房肯定很干净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 当然呢我们上去吃到的十锅拌饭的样子呢 大体是这样一个样子 它呢是用七种蔬菜 加上鸡蛋牛肉紫菜等十二种食材构成 五颜六色非常的漂亮像花 所以它的右名呢也叫花饭 在传统的医学上讲呢吃五颜六色的食物对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都是非常好 像懂医的人应该都知道多吃红色的东西对心脏好 吃绿色的呢对肝好吃黄色对脾肾好 吃白色对肺黑色呢对肾脏好 所以呢我们十锅拌饭里面所有的颜色都有了 大家呢吃到的是健康 韩国人呢特别注重这个饮食的健康与搭配 它的食锅拌饭呢在欧洲以及国际饮食博览会上呢都是被评为最健康的饮食 他们呢不仅注重营养还注重传统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 像韩国人呢他们会在一些庆典活动啊 祭司活动啊以及比较重大节日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做一个很大的大食锅拌饭 大家呢在一起拌 拌好了之后呢飞翔给到场的每一个人 同时呢现在在韩国国际航空韩亚航空上面也有提供食博办法 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尤其是外国有人都很喜欢 因为呢它会素搭配非常的有营养 所以呢受到很多外国人的青睐 好接下来呢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直火烤鸭肉 大家看一下 这道菜呢是我们体验馆唯一的一道单点的菜品 它的名字叫直火烤鸭肉 待会儿呢大家如果有想吃烤鸭肉的我们可以自己单点和拌饭配着吃 非常的好吃 在韩国也非常的有人气 它好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用这个机器烤出来的 这个机器呢是我们自己独创的一个机器 在外面没有的 它呢把鸭肉放在罐子里上面有一个头直接出火 采用这种直火的独头烤方式 烤出来的鸭肉呢特别的香 而且肉质也是特别的嫩的 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鸭肉 因为鸭肉呢它是所有肉类当中唯一的解性食品 而且呢里面还有不饱和的脂肪酸 对中风抗衰老以及嫩肤都是有很好的功效的 里面胶原蛋白含量很高 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皮肤好 好接下来呢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漂亮的小孩服 这个呢是我们体验馆自己定制的小围裙 待会儿呢大家上去吃饭之前呢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穿上它和饭饭拍照片 蓝色蓝色粉色女士 这两个是小孩子的 苗条一点的呢也可以穿小孩子的 待会儿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好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小甜点人参争果 我给大家介绍这个呢 待会儿呢大家都可以尝得到 这个小甜点人参争果呢 我们吃到的颜色会比这个稍微深一点 为什么会深呢 因为呢它是经过低温蒸 然后晾肝反复九次才可以做成 而且呢韩国的人参呢 它里面还有37种专制的这个灶脚肝成分 外国人参呢它里面只还有五到六种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预防疾病增强免疫力 调节血液中的胆固醇 而且呢可以处击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 以及高血压女性皮血 以及女性的手脚冰冷啊 越筋不调都是有很好的功效的 而且韩国人参它是属于温性的 不偏冷不偏热 我们老少都可以吃 吃光了也不会上火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待会儿呢大家都可以尝得到 这些呢是关于它的功效介绍 待会儿呢大家自己看一下 我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好 接下来呢大家再往前走 来 这边呢就是我们自己酿制的一些酱油啊 辣椒酱的豆瓣酱 这些呢是很多韩国传统料理当中呢 都会用到的一些配料 并且呢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发酵性食品 像我们所用到的这个淘气呢 它是可以透气的 所以酿造出来的东西都味道非常的好 待会儿呢大家可以尝一尝我们自己酿制的 好 接下来最后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呢 就是纸菊子茶 待会儿呢大家上去一定要多喝一点 尤其是爱喝酒的人是一定要多喝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纸菊子茶呢 里面还有Ampelocin和Penitis这两种成分 可以预防酒精肝脂肝肝肝肝肝肝硬化的这些肝固的疾病 而且呢对胃肠道疾病啊 以及便秘以及动漫硬化呢都是有还好的作用的 所以呢在韩国非常的受欢迎 在韩国被称为韩国名茶中的名茶 而且呢它的解酒性非常好 一般呢晚上出去喝完酒之后呢 来杯止去死茶解解酒还可以再来三杯酒 它的解酒性很好 一般作用于素酒的一些补救措施 解酒性很好 所以呢他们把这个茶做成饮料在韩国超市便利店售卖 但是呢饮料含量只有10%到20% 我们自己泡制的这个呢 它的含量是100%的 一般茶呢都是叶子 但是它很特殊 它原来是果实 果实晒干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用热水泡着喝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纸菊子茶的功效介绍呢 在这边待会儿呢大家吃完饭 大家觉得有兴趣自己下来看一下 好 今天呢大家吃到的喝到的全世界康 所以呢待会儿大家上去多吃一点 多喝一点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大家就先跟随我们到二楼用茶 用完茶我们再下来看 来这边请 你跟我走 跟我走有饭吃 你跟我走有饭吃 走右边点 大家走右边 这边是10点 你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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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拧是12位 剩下的三拧是8位 大家请坐 12位 你拧着多少的8位 好 那边是9位 西拧是9位 这边拧是12位 8的 要去哪 然后到中间还9位呢 现在是拍照 请接大家开始吧 来 跟拍一下 不要穿 去哪边穿 这边穿 不要穿到7位 去哪边穿 好 不要穿去哪里 好 不要穿去哪里 好 不要穿去哪里 我带你们穿 我带你们穿 大家有故事牛肉的 跟我们工作人员讲哦 你补放牛肉 他还要做 我带你们穿 我带你穿 拿起来 拿起来 对对对对 我看是 我好像要打架了 可以拍一下 对 先拍 不要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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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 拍对呀 拍不到你 你後退就好 我們桌子上的人生珍果大家都不要忘記吃哦